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签署 中俄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长达一万字 标志着中俄已经结成了政治同盟 中俄结盟标志着 邓小平亲美外交政策的终结 中俄一朝已经结成了反美轴心 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 前国家安全局高级情报分析员 和反间谍官员辛德勒的文章 文章说习近平自2012年成为中共党魁以来 带领他的国家走上了与西方 特别是与美国对抗而不是合作的道路 相比之下 俄罗斯的终身撒谎普京 四分之一世纪前已经掌权 尽管如此 普京统治的最初几年 还是与西方有一些合作 甚至有过俄罗斯要求加入北约的闹局 普京直到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 对西方的敌意才变得明显 但西方从未有习近平有过这样的蜜月期 因为他拥有中共高层先天的反西方的秉息 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共党人 他作为党首的任期 以巩固中共统治为特色 在习的领导下 党的权威更加的严厉 对内部意义的容忍度 比中共国专制创始人毛泽东时期 有过之而无不及 习经常将自己与毛相提并认 并像毛一样鼓励党内的个人崇拜 2021年中共成立100周年的计量活动 对毛和邓进行了比较 后者则将自己描述为 自毛以来中共最重要的舵首 而不是毛的2.0版本 根据习是中共的说法 毛成就是建国 邓成就是复国 而习的成就是强国 是习将红色龙变成了全球的威胁 习的言行清楚地表明 他的目标是全球霸权 中国取代美国建立国际秩序 在中共关于 中国到本世纪中叶 实现民族复兴梦想 层次烂调背后 潜伏着现实的天下观 复古地认为 中央王国处于全球权力的中心 周围环绕着富英国 习心难接受这种过时的意识形态 以取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他多次表示天下是他的目标 2017年 他将其称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像普京关于神圣俄罗斯的 伪历史幻想一样 习相信关于天下的胡扯 习拒绝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 他认为西方是颓废的 处于崩溃的潜业 他希望中国在天下 重新建立自己的地位 监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在这个秩序中 专制奴才政权是常态 北京得到尊重 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不受挑战 这是习地理和祖先的权利 习对西方实施 中国间谍公司的规模 无需夸大 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在2020年宣布 中国间谍公司是对美国未来最大的长期威胁 使所有其他安全问题相形建筑 他指出联邦调查局现在每十个小时 就会开启一些新的与中国有关的反间谍案件 在全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近5000起活跃的 反间谍案调查中 几乎有一半与中国有关 在华盛顿秘密权利的走廊中 很少有人怀疑一个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 将在2020年的后半段 以面临全面战争严重的风险方式醒示 习在寿终正寝之前 可能还剩下十年的统治 时光在流逝 习希望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愿望 毋庸置疑 习近平在几乎完全控制中国的十几年里 打破了所有的幻想 即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 可以被视为未来的合作伙伴 他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世界上流氓国家结盟 脱离了现在面对法治自由民主的国家 习的中共国已经成为比冷战时期苏联更大的威胁 使西方国家和价值观不可调和的敌人 怎么样 西方政治家对习近平的观察和分析 还是蛮深刻的吧 但习毕竟是血漏之躯 随着联名的增长 他总将寿终正起 习之后 中国会重回邓小平道路吗 美国学者 爱斯曼和赛克斯顿5月20日在国会三报上撞文 提为习近平的强能政治是中国的新常态 他在文章中指出 在一些专家看来 习近平的强能政治偏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道路 下一任 中共领导人很有可能恢复邓的政策 比如长期观察中国的大卫 南普顿和托马斯分割认为 中国政治有两种不同的治理传统 一种是国家和政权安全优于经济的增长 另一种是通过相互依存和开放获得收益 在他们看来 习近平拥护第一种传统 而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选择第二种传统 香港大学慈纪委也认为 没有理由相信 在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 政治事务不会恢复其正常的轨道 维尔逊中心吉兴格讲座教授 罗伯特戴利也同意这一观点 他认为习近平代表了中国变质中一条主线 民族主义 孤立主义 偏执狂 极权主义 但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包括自由国际主义制也同样重要 只是他们现在并不占上风 他认为中国进步人士并没有消失 中版将会再次摆动 但艾森曼和赛克斯顿却认为 希望习近平逝世后 日益极权化的中国 有可能摆动回自由化的方向肯定是吃了梭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干支持习上台 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他能实现国家的自由化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共官员支持习近平上台 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习能实现国家的自由化 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清理他们的制度 在2011年和2012年腐败和寻租盛行 中共党的合法性受到侵蚀 因此中共党内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 那就是有必要打击独职行为 增强党的凝聚力 重整意识形态 并重新确立对经济领域的控制 在习近平上任最初几年 从集体领导到强能统治的迅速转变 使中国统治精英达成的广泛共识 也就是政权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有必要恢复这种统治 事实上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于泽源所观察到的那样 习近平抓住了人民对腐败的生物痛绝 并且前所未有的大胆 在那腐败分子以及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感到恐惧 并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赛誉 简而言之 选择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党计划的一部分 而不是偏离了方向 习近平的独裁统治有别于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前辈 他们寻求在不同声音之间平衡权力 这已成一种普遍的说法 这一点假定 中国过去的领导人并不希望拥有像习近平这样的单一控制 事实上这三位前领导人都曾经在激烈的派系政治和权力安排中 挣扎不得不对竞争对手做出浪漫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 邓小平的经济和政治开放 并不是他偏好合作与妥协的结果 而是他必须应对来自联盟中对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成员的竞争压力 胡锦涛还不得不在他共青团派和江泽民强大的上海帮之间保持平衡 事实上党内的这些竞争因素确实制约了行政决策 但在北京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限制是有效治理的障碍 但胡锦涛也深感失望 他经常被批评为无作为 从这个角度看 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不同之处并不在于 他希望将决策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而在于他成功的对中共官员实施了限制 此外 中国广泛的互联网控制基础 习近平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 是2000年代胡锦涛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 胡锦涛的政权对政治反对派几乎没有任何宽容 他们围捕最有发言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活动家 把他们关进监狱 软禁或者让他们消失数周 CNN早在2012年就曾经这样报道 在胡锦涛执政期间 中共还对传统的媒体进行监管 同时扩大了对数亿博客的监管 这些博客被迫实名注册 习近平对其前任建立的社会监督与控制机制进行了投资 而他的前任们几乎都不是言论自由的支持者 事实上 要抵制对中国未来政治轨迹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的诱惑 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 极权主义的空前力量和规模 中国现在有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和超级计算机相连接 可以实时识别国家利益相关者 这些系统现在已完全自动化 并与国家各级安全机构深度的融合 我们很难想象即使思想最开明的未来中国领导人 如何将这些系统连根拔起 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高科技监控系统 从支付系统到轿车系统 再到购物与送餐系统 将收集更多的数量和内心的个人数据 如果中国仍然是一个技术极权国家 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更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在习近平之后回到未来 也不可能实行自由化 在缺乏接班人计划的情况下 权力的缰绳很可能最终落到中国版普京的手中 一些目前在国家安全机器中默默无闻的官僚 但他们深谙如何在体制内行使权力 并且更加的残忍和毫不留情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